會想騙錢 又真的騙了我錢 如果我們一開始看到外表已經拒絕了 那就不會看到裡面原來這麼漂亮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打破這些負面標籤 亦都突破到自己的限制 點字的家是6年前 2015年年初 今天是第6年 2015年開始 當時純粹為人家圓夢 做一個點字的家餅 因為他們嘗試過很多次都不成功 然後我就說不可能 我就自己在家製作 製作完後很多人都喜歡我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很好玩的 還有想加更多的意義 所以就做了一盒餅 用每一塊曲奇代表 用點字代表一個英文字母 對著一個表 就是專給見識的人 看著一個表 就可以逐一隻曲奇解碼 找到一盒餅內藏一個訊息 也是由視像人士去創立 因為我自己看不到 變成了一個正面的突破 希望透過這個產品 透過這個社企 可以讓人知道 原來很多能力 只要你發掘去突破 其實都可以做成的 點字曲奇呢 不單是曲奇餅 而是一個漂亮的精品 那會不會是一個禮物的指標 例如一個 souvenir 一個想起買禮物都會考慮的一個產品 甚至帶回到我成長的地方 加拿大 很多在加拿大朋友都會說 你什麼時候帶點字曲奇回來 可以在那裡祝福那裡喝 其實那時候是因為一個病 因為一個藥物過敏症 吃了幾粒藥 然後就開始有過敏的反應 發燒到105度 馬上送到醫院 那時候全身皮膚都開始脫落 連指甲腳甲都脫光 有水分的地方都發炎 所以其實不單是外面 100%的皮膚都脫光 而是裡面的黏膜都脫光 所以因為剛才說 水分的地方都發炎 眼睛就被破壞得很厲害 是經過這樣而看不到的 那時候最初最初 其實焦點不是看不到 是很痛 很辛苦 很暈 但是我也有信仰 那時候就 心裡面記得有金句 叫不要怕只要信 雖然很不舒服 但是很平安 醫生以為我會死 其實跟我爸媽說 我應該是不會生存到的 但是又很幸運地 很感恩地 可以活過來 到發現自己看不到 就是在廁所 通常有鏡子 咦? 看不到自己 看不到書 又看不到黑板上的紙 已經忘了 天空上的星星是怎樣 但媽媽花了很多心機 去 去 去 建立我的身體健康 心靈的健康 我有兄弟姐妹 有爸爸 那些都很好 老師 同學 其實都是 我身邊很重要的天使 所以我到現在 我的小學老師校長 我都跟他們有聯絡 包括小學二年級的同學 他們結婚到我做伴娘 所以很珍惜他們 也有一些長輩 例如教我點字的莊陳佑先生 我當他是老爸 那 一直都 再陪我 我小時候 就是剛剛 病好 看不到東西的時候 就是他教我點字的 也是義務教我的 變成失明了 其實這件事 整件都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對我來說 所以我沒有想過 如果沒有的話 我身邊的人就會 如果你沒有了 可能你會更成功 或者 我會做得更加多 我便覺得 未必是 因為我小時候 讀書很差 全都是零雞 看不到之後 反而去想方法去學習 想方法去嘗試 到我中學的時候 在加拿大 拿了六個獎金去大學 但沒有這個好奇 去找方法學習 其實可能會不同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有天分 多謝你這樣問我 哈哈 但我喜歡玩的 是的 我讀書的時候 又是讀一些 不丟臉的 也讀在一起 這樣 我是 跟我的心 我跟我的 passion 我很喜歡讀 psychology 我真的喜歡讀數 我就選擇 economics 我還用 min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那些 那些 主要也是 我喜歡一件事 我真的想嘗試 去找方法去做 其實 初先為何喜歡做食物 因為我現在做食物很厲害 如果我上課 其實都難 因為很多時候要看 那些指導師怎樣做 反而 我就是 找自己的方法 怎樣想方法去幫自己 我整個廚房 都是沒有特別配套的 除了一件事就是 發聲綁 那 因為 要焗東西 那就很多東西要綁 那如果看不到 就真的綁不到 那我就有一個發聲綁 但其他 譬如 用具 甚至焗爐 全部都沒有特別配套的 加拿大的廚房 就會比較大些 但是香港就玩層層碟了 香港就太小了 香港其實是自己住的 我全部家人都是加拿大 我自己回來香港 今天自己 就控制了所有東西 因為 當你看不到的時候 其實 你 只要需要知道 那個 設計的東西放在哪裏 我也會 手道拿來 因為我自己設計 就是這裡擺 那裏擺 我試過最糟糕的一次 就是 聞到一些 奇怪的味道 然後我走到焗爐 拿出來 哇 逢起火 所以正在燒 然後我拿著 不知道放在哪裏 就是 因為 家裏很小 突然間不知道放在哪裏 然後我拿著等它燒 然後再對發它 哈哈 哈哈 其實最重要是很鎮定 放錯材料 按錯劑 甚至有些不同的鬧窕 有很多東西在煮食裏面 其實開眼人也有 其實是不容易的 那 那 因為我不是聰明做 business 那所以 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很難了 因為要 怎樣 怎樣去建立一個 social enterprise 一個 business 這樣 就不停去請教其他人 又會建立了很多的友誼 還有 Friendship 冷靜然在當中 其實都會遇到壞人 真的騙了我錢 特意給錯課 但幸好 身邊很多高人 很多 很多 好心的人 都會 都會 教我怎樣做 現在雖然是第六年 但是我覺得還是一個很新的 開始 真的絕對不容易 那 我覺得 我們的產品很特別 可能是 One of a kind 全世界 其他地方都沒有 那麼 很多人都喜歡 那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 開始 但是原來 譬如 找人合作做 不同的事 例如設計 製作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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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樣的事 都要談大論 各樣的事都要配合 各樣的事都要學 如何去磨合 何至於家 就是 那個意念創新 是全世界都沒有 可以玩 我們做了月餅 也是創新的 我們四年前 全城市 都沒有一個 竹炭式 整個炭黑色的月餅 因為用來送禮 人們都覺得 嘩 炭黑色給人 因為我做的時候 很多人都挑戰我 說你很薄 但是我正正想做一個外表 很多人都不接受 甚至整個城市都沒有 沒有這類東西賣 因為 點節曲奇就是想推動 人去打破這些負面標籤 就是 如果我們一開始看到外表 已經拒絕了 那就不會看到裡面 原來如此美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打破這些 負面標籤 也突破到自己的 限制 自己的解限 接下來我們會推出 純素的曲奇餅 不用牛油 沒有奶 沒有蛋 接下來這個純素餅 是很棒的 又是包包的 你們還沒吃過 還有全… 我想全球都沒有人這樣做過 其實我是沒有什麼 不懂得宣傳的 所以不知道算不算厲害 但是不論是 會跟別人分享的機會 其實目的都是 給一些正面的人生故事 可以分享 互相鼓勵 但是同時又會 因為試過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他又會真的來光顧 這個就是我經常口中說 很困難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收支平衡 其實絕對不容易 不過幸好有很多 business partners都很支持 變成我的expenses 又可以減低一點 同時我也希望會做到 很努力去做到一些 business 就是用一個有專業的籌勞 去給回幫忙的一些 staff 其實實際上 我有想過會不會結束 因為實際上做得太辛苦 不過當我有這樣的念頭的時候 我又去祈禱 就很平安 有時有些幫助就來了 很奇妙 有時會有些生意走下來 等我還不用死 因為事業 有時會有些天使 走來幫你 有時會無緣無故得到獎 有些客人走來 說回他們的 feedback 說回他們的得著 他們的inspiration 我覺得其實是很有意義 還有那個獎金 就是人的 changes positive changes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成長 即Cole Cookies的成長 亦都令到我人生裏面 多了很多不同的色彩 不同的人的 story 不同的正面的變化 JMKTV 記得留言、訂閱和分享 再見啦